岳飞率领岳家军孤军深入 与完颜勿逐决意死战 一直打到了北宋故都东京汴梁附近 眼看收复故都中兴大宋战机 就在这关键时刻 宋高宗却联下十二道金牌 命令岳飞立刻撤军 高宗皇帝为什么要岳飞立刻撤军呢 面对这十二道金牌 岳飞又该怎么办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两宋风云第二十三集 功亏一篑 完颜勿逐军在顺昌之战中 竟然败给了刘启 不由得恼羞成功 此刻岳飞率领人军赶到 直差金菊后方 完颜勿逐集结重兵包围岳家军 企图一举全歇 岳家军好无巨色 一口气达到了富都东京变化之境 但是岳飞孤军深入 毕竟势单力活 于是上述高宗皇帝 表奏战功请求援兵 忠心大宋在此一举 宋高宗接到上述后很是高兴 但是宰下秦桧的一番话 却让高宗皇帝改变了 不仅不怕援兵 而且连下十二道金牌 命令岳飞立刻撤军 那么秦桧能说了一些什么话题 让高宗皇帝改变了主意 而岳飞接到这十二道金牌之后 又该怎么办 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电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藤飞 讲述两宋风云第二十三集 功亏一篑 上一讲我们讲宋金顺昌大战 刘齐取得了大捷 打败了金将完颜勿竹 留下了一个悬念 说完颜勿竹 它有一个对付宋朝的秘密武器 不把它逼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秘密武器它不会动用 那么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 咱们先卖个关子 后边会讲到这个问题 刘齐在顺昌与金军激战的时候 他并没有 一开始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他就上表朝廷告急 请求朝廷派援军 所以这个时候朝廷就派岳飞率岳家军去增援 岳家军出发之前 高宗皇帝加岳飞绍宝贤 加昭陶使贤 让他出兵去打仗 后来又给岳飞加了河南北诸禄昭陶使 节制诸军 凡是北上的兵马归岳飞统一指挥 所以岳飞分浅诸军勇猛作战 连战连结 完颜勿竹就很生气 完颜勿竹一看 我在顺昌打了一场败仗 我一世英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几乎就没法跟国内交代 现在岳飞又这样的不给我面子 怎么办 岳飞孤军深入 他一军独尽 正是我消灭岳家军的好机会 完颜勿竹觉得你岳飞也太狂了 你看你一路冒进 你不带几支部队配合 一路冒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完颜勿竹集结重兵 准备合围岳家军 把岳家军一口吃掉 那么岳飞也看明白了完颜勿竹的意思 大军云集 大战在即 如果是明 按常理猜读的话 武将在这个时候是要想办法 首先采取守势 我要自保 不能让敌军把我合围 然后我要想办法 突围 转移到对我安全的地方 然后我再跟金军决战 没想到岳飞看到金军合围 向他扑来 哈哈大笑 岳飞说金国人 潜驴技穷 他找我玩命来了 正好我正好想跟他玩命 这就是一个决一死战 大决战的机会到了 所以岳飞不但不退 反而挥尸猛进 迎着敌人的主力 迎着敌人的包围圈就冲进去了 这一场大战在即 派出来的第一员大将 就是自己的义子岳云 岳飞告诉他 不胜仙斩乳头 当时岳云也是在战斗当中极其羞勇 完颜勿毒的女婿都被岳云杀死 杀死了 一场仗下来 史记记载岳云假伤皆斥 身配百鱼窗 假伤皆斥 就是说盔甲衣裳全是红的 身配百鱼窗 身上一百多道伤口 百鱼窗 估计可能也没打到要害地方 百鱼窗 当然假伤皆斥不可能都是他流的血 可能敌人的血是更多的 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在这种情况下 完颜勿毒一看 岳云的部队太厉害了 把我这个部队打得尸横遍野 怎么办 拿出我的看家本领来 完颜勿毒是金国反战的一家 这次南下攻颂却是屡战屡败 完颜勿毒不由得恼羞成怒 发起狠狠 那么完颜勿毒使出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 又是否能够战胜岳家军呢 什么看家本领呢 前面说的铁浮屠和拐子马 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时候对宋军来讲 已经没有任何神秘感和恐惧感可言 一开始他可能是怕 轰轰轰轰的冲过来 跟现在的坦克冲过来那种感觉 他可能是害怕 只要一克服恐惧心理 一点都不可怕 完颜勿毒到这个时候就打红了眼了 来不及思考 用老百姓的话讲 既吃不既打了 你这个铁浮屠和拐子马 在顺昌之战的时候已经被刘骑破了 你不想改变的办法 你不想怎么改进 你又原样出来 外上打东东照旧 你又原样出来 连刘骑都破不了的话 你想想你对付这种百战百胜的岳家军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这次你又把这东西派出来 实际上就是送死来了 等于他们就变成了岳家军的刀下轨 盘中参 因此铁浮屠拐子马一冲出来 岳飞一看 这东西又来了 一点新鲜玩意儿没有 又来了 命令岳云撤 一挥令旗 咱们撤回来 岳家军骑兵后撤 步兵出阵 步兵用盾牌护住自己身体 上阵之后二话不说 抡起大刀就砍马蹄 两军一见面 什么的话甭说 抡起大刀就砍马蹄 只要砍端一条马蹄 还是那话 三匹马全倒 马上的这一匹马 得多少斤重 几百斤重 马还穿着盔甲 人还穿着盔甲 人的盔甲五六十斤 这个东西要一下倒下来 不用岳家军去砍 你就压成肉饼了 所以铁浮屠拐子马 一败涂地 几乎被杀的剩不下几个 干干净净 完颜勿竹简直哭着离开了战场 我们说女人的汉子们也很容易哭 完颜勿竹已经不是第一次哭了 痛哭的离开战场 说我朝自海上起病皆以此胜 这一次算是全完了 因为他从东北那个地方打进来 全靠铁浮屠拐子马 这一下可算是全完了 所以完颜勿竹这个时候就豁出去了 悲怒焦急就豁出去了 既然骑兵完了 我帅步兵上 他亲帅步兵上阵 岳飞一看 我的老对头来了 他帅步兵来 这回我用骑兵打他的步兵 宋军中阵营一开 岳飞大帅亲帅四十余计 四十多名骑兵冲入金军阵营 万余金军不战而退 一下一万多人看到岳家军的招牌 大型精忠岳飞 一看真是岳飞本人领着四十多名骑兵 当然岳飞是领着四十多名骑兵 这可能相当于警卫连 后边还有大部队 他一下上来 金军就溃走 金军溃走之后 完颜勿竹惊魂未定 喘息 然后会合残兵 大概凑了十二三万人 把残兵凑好 凑了事上 整军准备与岳飞再战 这个时候岳飞也想一鼓作气 痛打落水狗 把完颜勿竹彻底击败 所以岳飞就派自己的一个部下叫杨再兴 率领三百余名骑兵 去捕杀金军的残兵败将 结果杨再兴一路上杀得正起劲的时候 行至小商河 与金军主力十余万人相遇 杨再兴面无俱色 挺枪冲入敌阵 渡过小商河冲入敌阵 最后三百多名宋军 包括杨再兴将军本人 全部壮烈殉国 但是在他们的尸体的边上 是两千多具金军士兵的尸体 等于是一比六的伤亡比例 后来金军退去 宋军来到这个地方 收敛将军的遗体 杨再兴将军的遗体收敛 收敛了之后 从他身上拔下来的箭头 两声多 拔下了两声多的箭头 可见他中了多少箭 然后才殉国而死 所以真是赫赫英明 杨再兴将军仅仅仅三百多人亡 经毫无据色地冲进金军十几万大军士中 虽然最后全部应有牺牲 但其勇敢的精神 连金军就非常配合 那么各自专门的杨再兴将军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加入岳家军 而杨再兴将军的遭遇 又是如何体现了岳飞的大将风度呢 杨再兴将军原本是韦齐曹成的部下 最早他是跟岳飞打仗的 把岳飞手下的一个大将 还有岳飞的弟弟叫岳藩都给杀了 他等于是岳飞跟杨再兴是有杀地之仇 后来曹成兵败之后 杨再兴逃跑 掉入玄剑的勾剑当中 被张献捕获 张献背着杨再兴之后 就要杀杨再兴 准备为岳飞的弟弟岳翻报仇 你把我们大帅的弟弟杀了 今天你也有今天 就准备要杀他 结果杨再兴说 你带我去见岳飞 我有话跟他说 结果张献就把杨再兴带来见岳飞 岳飞一看 杨再兴以表堂堂 冲过人的鹦鹉之气 马上就上去把杨再兴的绑绑给捆了 给松开了 把他绑绑给松开了 说我今天不杀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忠意报国 杨再兴从此死心塌地的跟随岳飞 无意不语 每战必冲在最前边 岳飞气度真大 他竟然杀他弟弟 他都不在乎 他都能够放杨再兴 一方面证明岳飞 这个人确实是 民将不计丝绸 气度很大 另一方面 岳飞那个弟弟 在当时强抢民女 你强抢民女 在军营当中 歌舞欲乐的时候 可能让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所以岳飞一想 就我这弟弟 杨再兴不杀他 我也得杀他 所以你杀了就杀了 为岳家军等于除了一害 岳飞执法是从来不念私情的 咱前面讲过岳云打仗 每次立功他都往上报 后来是张俊看不过去了 要求给岳云报公 岳飞的亲舅舅犯法 结果岳飞仗则他亲舅舅 犯法也是犯了抢劣 抢劫的民间财物这种罪 他仗则他舅 仗则完之后 他舅舅怀恨在心 我说你亲娘舅 你竟敢打我 怀恨在心 怀恨在心 他舅舅也是有点 干出了不知死活的事 就准备杀害岳飞 你想岳大帅是这么容易被害的吗 结果岳飞毫不犹豫 就把自己亲舅舅给杀掉了 就把自己亲舅舅杀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岳飞这个人 他一心为国 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 一心为国 从来心里没有这些个思念 就只维护我岳家军的声誉 保敬安民 这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别的我根本就不考虑 他作为一个军人 在品德方面 这种正直无私 这在中国古代的名将当中 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 所以这样的名将 勇将 打的金兵 是丧魂落胆 所以这个时候岳飞连战连胜 完颜勿逐是连战连败 岳家军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查金军后方 金国战领的原北宋地区 接连被岳家军收 还原物主义只好退回 北宋户入东京电梁 那么此时 金国战领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而被岳飞收护地区的人们 又是如何欢迎岳家军的呢 我们知道说 在清朝的时候 曾经因为剃不剃头的问题 引起过汉人的激烈反抗 其实这个问题 在金国跟宋朝打仗的时候 在金国占领中原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出现过 因为女真人书发辫 她要编发 然后左刃 她的衣服是左刃 旦族的衣服是右刃 就是说她那时候 那衣服不是那种外字里 哪个筋压哪个筋 我们今天看来 这玩意无所谓 我哪个筋压哪个筋 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留什么头发 越酷越好 留什么头发都无所谓 但是在中国古代 衣冠发型是一个政权的象征 为什么为了不剃头 就能死那么多人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所以在那个时候也一样 在金朝也一样 当时的金朝就强迫河南之地 就是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批发左刃 这汉族人就不干 就起来反抗 就组成了很多异军 各地异军风起 岳飞这次大获全胜之后 就联络各地异军 把黄河两岸的抗金异军全部组织起来 据说能有七十万众 各路异军 大张岳字旗 甭管岳飞派没派人来联络 都打着那大旗 我是岳家军的一部分 满眼望去黄河两岸 太行山下 岳字大旗迎风飘扬 岳飞也不在乎 反正打这个旗帜的人去越多越好 而老百姓也都特别的支持岳家军北伐 当时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富老百姓争碗车牵牛 载酒粮已溃异军 顶棚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 向烟已难 今号令不行 老百姓牵着牛拉着车 宰着粮食 顶着盆 顶着花盆 焚着香 最高的礼遇 有的人把香点着了 割嘴脑子上 烧嘴头皮 这表示对岳家军的这种爱戴 我不知道怎么来表示我的喜悦了 我把香点着了 割脑子上 岳家军行军的路上 到处是这种欢迎的人群 丹石湖江以迎王师 所以连战连结 从燕以南 就从咱今天北京这个地方 幽州 燕云十六州 燕京以南 金国号令不行 原来的北宋统治区 被金占了的这些地方 金国的号令不管用了 而且这个时候 一个噩耗是连着一个噩耗 他手下 完颜无主手下 有一员大将 文武全才 叫乌林嘎斯谋 这个人是正经的 是女真人 是跟着太祖太宗 龙兴东北 一直这么起兵起来的 而且几次出使宋朝 都是乌林嘎斯谋去的 结果乌林嘎斯谋控制不了部队了 部队要滑遍 部队要滑遍 乌林嘎斯谋怎么办 他就跟着手下的士兵 就这么讲 你们哥里可先别闹了 你们别闹 咱们也不打仗 咱跟这等着 只要岳家军一来 咱就投降 你们别划遍 打我杀了 你别杀我 你们别杀我 我同意 我跟你们心往一块想 咱忍几天 只要岳家军一来 咱就投降 你看不见岳家军 你就跑 你这叛国 你不是有心理负担吗 岳家军一来 我打不过他 我不投降 我怎么着 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真人 这不是契丹人 不是渤海人 也不是汉人 正经是女真贵族 他都这么讲 至于 几次跟完颜勿竹下江南 搜山捡海捉照垢 几次下江南的大将寒长 他当年跟完颜勿竹说过这话 过江没叛变的就我一人了 这个时候据说给岳家军送密信 我手底下有五万人 我准备投降你 你看够吗 准备以五万人内附 所以这个时候 岳飞就高兴到了 极点就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 直到黄龙府 诸君痛银儿 拿到金国老窝里去 咱再喝 然后把奏报 奏节 奏凯 办回朝廷 给高宗皇帝上书 赶紧给我支援 让刘齐 韩世忠 张俊 跟我配合 诸君配合 光复智杰 在此一举 最后这一击 彻底打败金军 这个时候 他已经打到了离开封不到四十里的诸仙镇 再往前一步 就可以克服故都了 岳飞率军一口气打到了原北宗故都 东京变了四季 此地已经是金军的后方 而且岳家军孤军深入 毕竟势单力不 独以岳家军之力 收复变量 还是非常困难 所以岳飞上处朝廷 表奏战功 请求援兵 并表示 终于大宋 就在此一举了 那么宋高宗 是否会派兵支援岳飞呢 捷报 宋至临安 在皇宫的锤拱殿 一个漆黑的夜里 蜡烛秃秃的着着 皇上便衣扑头 斜靠在笼床上 召见宰相秦桧 宰相是穿的一本正行 皇上穿便装 在这两个人在 君臣在聊天 那么皇上就把岳飞的奏报 大捷的奏报 就拿给秦桧看 你看看岳飞 多厉害 你看这仗打的 咱受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 终于我可以 一下就把这口气就出来了 我天天让金军追着我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好几次 就赶我下海 从河南一直追到我杭州 一直追到我福建去 赶我下海 我现在终于要复仇了 如果岳飞彻底打败了金军 收回了幽云十六州 那太祖太宗没能完成的遗愿 在我这完成了 我就是响当当的大宋忠兴之主 所以皇上按捺不住自己的高兴 跟秦桧在谈这些事 秦桧一言不发 低头看岳飞的 这个奏报 看了一会之后 秦桧抬头来 轻轻地问了皇上一句话 说陛下 您真的相信 岳家军能够消灭金军吗 他这句话一说 皇上愣了一下 陷入沉思 是吧 这个秦桧敲着这个桌子 敲着这个皇上的龙树案 嘟上了一句 说这才不过仅仅十几年 皇上就琢磨了 秦桧这话什么意思 十几年前的宋军什么样 皇上可是亲眼看见的 那靖康之变都是那宋军什么样 皇上亲眼看见的 当时他不就奉命出使金营 是吧 就宋朝那骑兵 废了半天进爬不上马去 上了马之后抱着马脖子松不开 松开手 马一跑这兵就掉下来了 十三万宋军守皇河 人家羊腿敲了一宿鼓 十三万人没影了 是吧 仅仅过了十几年 难道我军真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皇上并没有看到 他没有亲临战场 是吧 他看到的只是岳飞的奏报 秦桧 要不说这个人很厉害 是吧 他为什么能把岳飞给害死 岳飞耿直 秦桧阴柔 我也没说你谎报军情 是吧 我希望你打胜仗 但是我可以提出我的怀疑 我怀疑呢 我只是引发皇上的思考 我也没把这话说透 我就说这名句话 这才仅仅十几年 是吧 我没说岳飞谎报军情 是吧 我没说他虚报战功 我都没说 你说我害岳飞 我没害他 对吧 我可以怀疑 我有怀疑的权利 因为我也没看到前线将士是怎么打仗的 但是我怀疑我又不把话说透了 我让皇上自个儿琢磨 是吧 皇上天纵圣明 一代英主 我一点 皇上能明白 这才仅仅十几年 皇上就琢磨了 是 岳飞谎报军情 你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你十几年 你三头六臂 你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吧 一下就把这个部队给训练到 这种程度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高宗皇帝琢磨秦桧这个话 琢磨秦桧这个话 他又看这个奏报 反复看 反复琢磨 他觉得 如果岳飞完全是谎报战功的话 那么要这个时候的话 岳飞是以败为胜也好 是杀粮冒功也好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金军大军就打过来了 是吧 那现在前线离我们还远着呢 我们这一片歌舞升平 怎么能说岳飞是谎帽呢 他是这个假冒战功呢 所以这个皇上在犹豫啊 皇上在犹豫的时候 秦桧又抛出了一枚炸弹 激动这个皇帝 说陛下 你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军变吗 是吧 你还记得杜冲 还记得他们俩 这还记得杜冲这人吗 你还知道这个 记得这淮西军变吗 皇上怎么不记得 夸一下这新这个题起来了 淮西军变 整整四万正规军 战当时宋朝武装力量的将近五分之一 夸一下 一夜之间 过了江就变成伪军了 是吧 杜冲 我带他多好啊 宰相高位 东京留守 金军一来 第一个开城投降 武将太不可信 而且这个时候皇上又琢磨 就想起当年的苗流兵变来了 让我惨到那份上 我关在破庙里边 所以这武将确实太不可信 秦桧这枚炸弹 又击中了皇上 你看人家话语不多 这才过了几年 这才过了十几年 您还记得淮西军变吗 我没说岳飞怎么着 您还记得淮西军变吗 然后皇上敲桌了 看着岳飞的奏报 这个岳飞 他应该是个忠臣 我不管他是不是能打胜仗 他灭得了 灭不了女真金国 我也知道他岳家军兵多将广 等于当时岳家军有的史书上说 他的部队占了宋军的总兵力的七分之四 能到这么多 但是我相信岳飞不会造反 我知道岳飞是个忠臣 他这话一说完 秦桧第三枚炸弹扔了出来 一下就把宋高宗给炸晕了 这枚炸弹是致命的 宋高宗本来很为岳飞的捷报高兴 但秦桧扔出了一句 您真的相信 宋高宗就愣了 秦桧紧接着又扔出第二句 您还记得淮西军变吗 宋高宗还是有语 那么这个秦桧第三次又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句话为什么能够击中宋高宗的药牌 而导致宋高宗连下十二朵金牌 命令岳飞撤军呢 秦桧怎么说呢 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个忠臣吧 这话一说 这个宋高宗简直就是震龙发聩 就当时呆了 震懵了 太祖皇帝就是赵匡印 赵匡印在后周就是掌握军权的大将 殿前都点俭 相当于正规军总司令 他要不是忠臣 周朝皇帝后周世宗柴荣 能那么相信他吗 能把军权都交给他吗 所以太祖皇帝在不当皇帝之前 他也是个忠臣 你看 秦桧的话 太祖皇帝在龙兴之前也是个忠臣吧 宋高宗一听 陷入沉思 然后就把岳飞的那道奏折放在银盘子里边 用火就给焚化了 就给烧了 这个东西看来就是不可信 就给烧了 秦桧赶紧就跪下 陛下圣明 这个时候应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 千万不能再跟金国打下去了 如果打到双方两败俱伤 脸皮彻底撕破了 谈何都没法谈 趁着现在咱们占点上风 秦桧也不相信真的宋朝占上风 趁着现在就算是平手的局面 咱最起码不至于城下之盟 不至于割地赔款 赶紧咱见好就收 而且陛下也该一样天年 享受享受人伦之乐了 您看您头发都白了 您今年才三十多岁 头发都白了 操了多少心 从登基到现在 你过过一天好日子 还打 别打了 打了十五六年了 终于打出这么一个结果 金国人也灭不了咱们 咱们北上收复中原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那跟盘古开天地一样 那是神话 所以干脆 这个时候咱们见好就收和谭 于是高宗皇帝就下诏书 下诏书 别打了 这个诏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打了 中兴之机正是义和之机 所以不能再打 岳飞一看 我这正一路顺风 我打得正过瘾 正顺利的时候 我现在想跟你要援军 你居然给我来这么一道诏书 你不让我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岳飞赶紧给皇帝上奏 他这个奏折上说 金人锐气除萨 尽气资重 急走渡河 豪杰向风 士族用命 时不再来 鸡南轻师 现在你看金国人 把行李都扔了 尽气资重 急走渡河 他要过黄河 他要跑 他要往回跑 豪杰向风 两河豪杰 黄河上下 两河豪杰 都归向我们大宋 士族用命 正是收复故土的时机 时不再来 鸡南轻师 一定要稳住大局 我们要乘势 把师弟收复回来 岳飞这道奏表一上去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 最著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事 十二道金牌就来了 这个金牌 它不是真的是金的 不是真的金的 一尺见方的木牌 一尺见方的木牌 这个木牌上是朱漆涂抹 上面写着八个金字 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写着这么八个金字 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铺指的是地铺 相当于驿站 这个金牌不能进入驿站 每天五百里的速度 快马奔驰五百里 往前送 这是宋朝传达旨意 最高规格 到一个地方 换马不换人 举着金牌 送到岳飞手里 第一个骑士 举着金牌上路的时候 他不知道后边 十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 同时上路 可见这个朝廷 有多么的心急 十二道金牌 上面的这文字 完全一样 岳飞 孤军深入 不可久留 速撤军 反惊述直 所以岳飞没办法 只好撤军 岳飞这一撤军 老百姓就不干 潘衣蓝马 哭声惨 抓着衣服 抓着马 老百姓赤腐催肝 血泪炎 老百姓跟着哭 说你看 少保大军一到 我们给您提供粮草 我们杀牛羊 被酒浆的 给支持您 结果现在你要撤 你这一撤 我们可就惨了 金贼能放过我们 您这一撤 我们非得让金贼杀得 鸡犬不留不可 何况 此地是少保的家乡 你忍心轻弃中原父老吗 岳飞就是河南汤阴人 岳飞他当然不忍心 没办法 没有办法 拿出圣上的十二道金牌 上欲黄黄 你们说我怎么办 我不能不撤军 我只能对不起家乡父老了 但是我可以在这等几天 等几天干嘛 中原父老有愿意随我 南下的 你们不是怕在这被金贼杀吗 如果你们愿意随我南下的 我在这等着你们收拾 加持物件 然后跟我军一到南下 那等于就是做流民去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因为战乱引起的不就是这一次大量的北方的中原父老 辅老邪幼 举足南迁 既然你不愿意生活在敌战区 那咱只能南下跟我去做流民去吧 那只能这样了 所以中原父老跟着这个岳飞南下 岳飞一心收复河山 忠心大作 此次如果一鼓作气收复了故都东京变军 就可以把金军赶回北方 一雪静康之耻 但就在此时 高中皇帝的十二道金牌 迫使岳飞只能无奈感向南撤军 那么此时的金军正在做什么 看到岳飞撤军 完颜勿竹会有什么反应呢 岳家军在准备撤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金军也准备撤 完颜勿竹也准备撤 也困形了 中原的地方待不下去了 这地方不友好 我回咱们的故土去 所以开封我也不要了 岳家军想收复 收复给他 不要了 金军就出来了 完颜勿竹这一出来 一个书生就把他拦住了 完颜勿竹这辈子 也是他竟能遇到这样的书生 当年皇天荡就靠书生给他解围 所以这一次一个宋朝的书生 原宋朝的书生就拉住了完颜勿竹的码头 大王您要去哪 完颜勿竹说我回家 撤回我的祖国 这地方我不待了 我十万大军打过他几百名骑兵 我就没法跟这待着了 我就准备走了 没工作跟你聊了 你让开路我走 书生哈哈大笑 大王不必撤 完颜勿竹为什么我不撤 不撤跟那等死吗 大王你不必撤 因为当时完颜勿竹是梁王太保都元帅 等于是金军的最高统帅 书生说了两句话 他说什么呢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 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岳绍宝自身性命尚且不保 何况其成功乎 这句话完颜勿竹一听 震农发聩 当即就勒住码头 然后书生说 大王的民速速回兵 岳绍宝自身性命尚且不保 何况其成功乎 他能保住自个儿的命就不错了 你还真相信他能北伐中人 你可千万别离开开封 所以完颜勿竹马上行李卸下来 跟他回去 重新布防 镇守开封 所以你看 宋朝的书生 把朝廷的形势 都看得这么一清二楚 果然岳家军一撤 金军就趁势掩杀 据说岳家军的损失很大 因为你要掩护老百姓后撤 而且你已经无心恋战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 也已经无心恋战 金军随即掩杀上来 原来被岳家军收复的周县 全都被金军又给夺回去 岳少宝壮怀激烈 仰天长叹 十年之功 废于一旦 所得周郡 一朝全休 社稷江山 难以忠兴 乾坤世界 无犹在负 十年之功 毁于一旦 我磨马绿兵了十多年 就希望着有朝一日 北伐中原 收复故土 迎回二胜 这一下 十二道金牌 我这十年带雪 尽康恨 功夫全都白做了 所得周郡 一朝全休 你让我撤军 这地方就全放弃了 社稷江山 难以忠兴 乾坤世界 无犹在负 所以岳飞为什么满江红 那么快智人口 字字皆血泪 扬长笑 体会到当时 岳侯爷的这种感觉 所以宋军就撤走了 问题是宋军撤走了 金军还跟你没完 你把我打成这样 现在你说不打就不打了 你想跑 别着急 我还没完 于是这个时候 金军又开始南下 这个战争 不是说岳家军一撤就完了 仗并没有打完 接着怎么打呢 我们下一条来讲 谢谢大家 宋军两国的战争 持续了十几年 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 谁也不想再挡下去 战争刚刚停息 从不信任武将的高宗皇帝 马上拨动了张俊 韩世忠和岳飞的军权 并密谋杀害这三元大将 但是最后被害的 却只有岳飞 那么张俊和韩世忠 是怎样逃过这一劫的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市海添教师 进修学校高级教师 袁腾飞 讲述 两宋风云第24集 死里逃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